曲名媛 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她是媽媽界的強舞 黃棕林醫師 她是最受歡迎的 國民媽咪中心靈 很好又環童 媽媽食補不藏私 那裡頭有個叫做 這個東西有沒有專業起來 沒有浮誇了 就是 他實話說得好 不然是好好人不老 俗話說 他也沒有在 尿道嚴而慰 尿道健康 人就會健康 健身就會好 真的 真的還假的 主播你家裡還滿有說服力的 真的 媽媽私房食補 這些偏方正確嗎 今天也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自己的健康絕招 到底哪些食物 是媽媽們的食股善品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我每次在門診的時候 我看到媽媽都會帶小朋友來 然後我的小孩這樣尿 怎麼辦 然後我在旁邊看著媽媽 那個黑眼圈 皮膚膚色很差 所以當我整治完小孩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順道問一下 那你也有感冒嗎 你也有視床嗎 你也有便祕嗎 媽媽都有 媽媽很差 但是都處理 不用還是好就好了 所以不能這樣 媽媽有健康 媽媽才有健康下來 所以今天我們要特別替 媽媽的健康來稍微拔個關 很多的狀況下 我們食補天方 到底有沒有效呢 而且其實我覺得當了媽媽之後 會發現自己的健康真的很重要 是 因為自己健康啊 才可以陪小孩常常健康 沒錯 我現在想說 我現在血要比較高我累了 我可不可以看到我的小孩大學畢業了 所以媽媽身體也是愛過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是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開盤了 對 裡面有一個對媽媽健康有幫忙的東西 對 是什麼呢 No.1 快快吃 黑澡 黑澡 這個很好吃耶其實 甜甜的 對不對 甜甜的 這個很好 因為聽說改善便秘問題要靠它對不對 對 真的 所以你們吃這個黑澡是為了改善便秘嗎 還是滿足口慾 前一陣子有朋友就介紹我說 你要買那個黑澡 因為黑澡這個東西就是說幫助排便 如果你有便秘的話 他說吃黑澡就好 我說有這麼好的事 結果我吃了以後自己感覺好像還好 還是必須要喝很多的水 那後來呢 索性我就看到坊間有在賣 黑澡打成的汁 黑澡汁 我想說它也是標榜說可以排速便 我想我就去買那黑澡水來喝喝看 就是它打成的汁 我喝完之後我肚子氣渣 為什麼 我不曉得我就會一直不舒服 然後 是腳痛嗎 對 就是會覺得想要拉肚子這樣 那所以是有效的啊 可是那個痛就是 你不能每天都那樣子的感覺 哦 後來我就想說那我還是 對啊 吃一些別的東西好了 多喝水 對 可是人家說黑澡還是對身體很好 因為它的纖維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來看它跟一般的水果的比較 我們如果都用100公克來看的話 你看它的纖維 10.8耶 很強耶 對 我們已經覺得土拔辣怎麼樣 是纖維高的水果了 那你看它都已經是它的一倍 桌面上的黑澡就有100公克 哦 所以它其實很容易吃 所以100公克大概是10顆 每天就是說我們會希望高纖維的飲食 對於大腸還是幫助的 那高纖維的飲食一天要30公克 你看 現在這邊就有 三分之一 對 就三分之一 而且它不是一個覺得 我要咬牛棒 咬什麼 咬得很辛苦 這是可以一口接一口的東西耶 這個又很好吃 可是我想問那像那個黑澡水 對 黑澡水 黑澡水的話其實它也會有效果 但是差異在就是它的含化的纖維不同 就是這個黑澡是連皮嘛 所以它包含它的粗纖維的那個皮 都吃得進去 那黑澡的那個水它會比較山梨糖醇的量 會比例高一點 外面皮的纖維會比較少 但是因為山梨糖醇 這個東西它有些人 它也是一種纖維 有人喝了它就會產生像你說 肚子痛 會肚子痛 對 脹氣 你就把它想成喝牛奶 你會有乳糖不耐 對不對 那你就把它想成 我們會對這種醇的東西 有些人會有不耐的現象 所以當它吃到某一個 它忍受不住的程度 它其實就會有一個不耐 就是說拉肚子啊 或痛啊 或脹氣啊 這種現象出來 所以山梨糖醇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弄成這個黑澡汁 看起來乾乾淨淨 但其實裡面是有水溶性的纖維在裡面 那如果再更厲害弄成黑澡精呢 一天只要一小瓢就好 可以嗎 就是其實我是覺得 因為當我們直接用這個的時候 它的好處是它的纖維含量 還有多分類的物質 它的比例是更多元化的 對 那黑澡精它一定有濃縮的纖維 那我覺得個人可以依照你覺得 你適合的 你方便的 譬如說你有時候出去 那你覺得就是帶一個喝的飲料 代替你喝珍珠奶茶就有纖維 那當然很好啦 但如果說你在家裡 我還是鼓勵大家就是 用水果類的東西去做一個 常態性的一個吃法 對 了解 有使用者的見證嗎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是建議就是 如果你平常就排便很順暢 我覺得可以不用天天吃到它 可是像我如果真的覺得 我就會趕快吃一兩粒 對 然後甚至如果想要比較方便一點 就像剛剛瑩老師分享的 我就會買那個黑澡精 然後甚至之前啊 我兒子小時候他會便秘 然後你知道小朋友 寶寶在便秘的時候 他大不出來會哭 然後對 然後就有些 甚至我聽過寶寶還會大便大到 就是會流血 就看到你看到他哭 只不過因為大便哭 就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還有把它打成泥 黑澡泥 對 然後給他吃 就有幫助他排便 然後而且要讓他多喝水 然後我就覺得有幫助 王醫師可以嗎 給寶寶吃 其實我有建議 對 有有 我有建議過小朋友這樣做 但是通常碰到的問題 就是他第一天吃得很開心 第二天吃得很開心 吃到第三十天的時候 你就以你的耐心 因為他說要溝通 是不是很厲害 這樣才不會有羊巴便 這時候 可是我覺得 我們黃醫師建議的 應該是直接讓他吃黑澡對不對 對 而不是像什麼黑澡水啊 或者黑澡精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就有一個媽媽很好玩 他就覺得說小朋友 那我乾脆買黑澡水 給他不是很好嗎 所以呢 因為他那個寶寶啊 是大寶寶不是小寶寶的 大寶寶他想說 他真的有便秘的問題 那就給他喝黑澡水 不是很方便嗎 又不用搖了 就給他喝了之後就發現 欸 他真的會上廁所 可是很奇妙 他可以一直觀察說 為什麼這小孩啊 每次喝了黑澡水啊 要大便之前呢 總是在那邊 哇哇叫哭哭哭哭啊 然後脹洪 應該是便秘太嚴重 所以每次喝都這樣子 便秘 然後大出來會痛嗎 一定是這樣 後來發現 有一次他是什麼發現 這奧妙的呢 就是呢 這個媽媽的妹妹來到他們家 那媽媽的妹妹剛剛好 好巧不巧也有一些便秘的問題 就看到 哎呦老姐有買黑澡水是吧 那小朋友沒喝完的 就趁愛喝 喝了之後就出現Julie這種現象 肚子痛得要 腳痛 是爆炸痛 然後他就去拉肚子 他就說 姐你不要再敢喝哦 他每次大 酷不是因為大便痛 是肚子痛 哦 所以還是那樣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給寶寶吃要小心 我覺得 寧可給他吃圓形慢慢咬 不會過量而已 因為我們不知道黑澡水 他裡面 商量到底是裡面是什麼 除非像那個妹妹 真的喝了自己知道痛 才知道原來寶寶哭 是在哭這件事情 對 他不是很虐待嗎 所以以後餵寶寶之前 我們自己可以先試試看對不對 是 像這種可以天天吃嗎 這種 這種黑澡 王醫師你會讓病人天天吃嗎 應該怎麼吃啊 基本上我們分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你本身有沒有便秘的問題 如果你本身沒有便秘的問題 表示你的胃腸蠕動 你的飲食 基本上你的排便是順暢 那特別強調的是 你本身有便秘的狀況 對 那剛才營養師有提到 我們一般人 每天的纖維大概要 25公克到30公克 是 那其實小朋友要減量 所以你可能 小朋友可能要減到15或是10 那你給他太多咧 他身體是沒有辦法去做處理 這個藻子類其實它重點是 它外面的皮 是不可溶 不溶的纖維 它裡面的 靠近那個紙旁邊那個 是屬於可溶性的纖維 可是重點是 你要可溶性的纖維 跟不可溶性的纖維 它一定的比例 這樣合起來 在我們胃腸裡面 它才不會造成你的負擔 那這塊 這種纖維的東西 它一定要配合的水分 所以很多人喔 甚至不在臨床上面 很多人要吃什麼 纖維包 如果吃纖維包呢 不喝水 那纖維包會幹嘛 在肚子裡面會結塊 會造成腸胃的負擔 所以說一般人 它說因為便秘的問題 就是因為 纖維不夠 水它就不夠 可是你剛才喝那種 所謂的黑澡水 如果是你原來把那個 沼子去泡成水 打成泥的話 它基本上是屬於比較稀釋的 你可能一顆 或是你三顆 打成泥這樣吃的話 起碼那三顆 有三公克的纖維 可是如果你是 泡成汁的話 是脆除裡面的汁的話 它只把裡面 可溶性的脆出來 可能裡面的量 就不是那麼多 所以說那個黑澡水 本身的效果會比較差 那這過來有些會是什麼 那種蜜腱乾 對 那乾的問題 本身它基本上有一些 醃漬的問題 有些含糖的問題 基本上便秘的病人 你要處理問題 第一個 你的水肺一定要夠 再來你一定要做 腸子不運動 腸子不運動 就會大出顆粒養死妹妹變 好 來第二個媽媽食補的好偏方 是什麼呢 黑木耳 黑木耳好像說 對心血管疾病非常好 對 有沒有 預防心血管疾病 有沒有吃過這個黑木耳 我以前有一陣子它很紅 到處大家都在團購 對 團購 對 然後後來 其實我本來就愛吃木耳 然後我就是有個習慣 就是我每天都要吃黑木耳 跟白木耳 黑木耳跟白木耳這樣 後來我就發現人家跟我介紹說 這個可以直接買 而且一買就買一箱 然後它有那種很多不同的 有的不同瓶子裝的嘛 然後我想說 那這樣的話很方便 因為它整個就是很像 它很像仙草蜜 真的我覺得喝起來很像仙草 狗狗 好喝 然後他們說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又有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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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可以減肥 什麼之類的 我就買了一堆 後來我還是 喝了一陣子之後 我改成它的本人 是因為我覺得說 我喝得太開心了 我一天可能都喝不止一兩瓶 你把他倒的營養出來說 因為他可能 就可能熱量太高 第二個就是說 它不用冰欸 對它不用冰 對 可是你覺得不用冰 放那麼久 我喝起來會害怕 喔 我一直覺得說它裡面 新鮮 不知道 所以我已經很想來翻譯到 說到底它 是不是可以這樣喝 哎呀 貴婦千言不喝這個嗎 但我很愛喝這個 我只要去買飲料 我就一定會拿它 而且我聽說 就是那種 吃起來黏黏滑滑的東西 有膠質的都會 就是癌症心血管 然後又覺得好像 有吃到健康的感覺 它好像應該有 紅藻的味道 所以其實是吃喝好玩的 吃好玩 當甜點吃 其實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因為我血壓有點高 然後就遇到一個 也是一個美食家 他就說你去找那個 白背黑木耳 他說可以 對於那個高血壓 可以降一點點 然後我剛剛看這個 他也是講說 新鮮白背黑木耳 到底這個黑木耳 是不是真的對我們 心血壓疾病 是比較有效的 對就是說 如果是黑木耳 新鮮黑木耳 真的是對心血管疾病 尤其是高血壓 真的非常有幫助 對 那黑木耳露呢 其實就是說 要看你怎麼喝 對 比如說呢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 有些人他比如說 他很愛吃牛排 然後但他下午就想說 不是他中午 他就覺得 晚上要吃大餐了 所以我中午喝個黑木耳露 補一下 可能這樣子沒有辦法 絕對達到那個效果 這樣 但是你剛才說就是 有一種 就是新鮮黑白木耳 對不對 那個是我真的看到 有些人這樣煮起來 就真的非常有效果 這樣 那我有個問題啊 就是之前 我有個朋友 他就是有一些心臟的問題 然後 就是有點嚴重到 可能需要開刀 那他就是有聽到一個 算是偏方嘛 就是說黑木耳豬肉湯 然後他就是一天一鐵 那喝了大概一個月 好像就改善了 所以我想知道是真的 這個是有效的嗎 這真的有效 因為我真的看過 就是客戶拿這個來喝 就是你說 網路上你們搜尋一下 他其實有一個配方 我已經忘記一個比例 然後他那個肉 是豬肉 然後是肉片 這樣子 可是那個黑木耳 泡起來量非常多 那他反正依舊就是說 每次餐前呢 你就是盡可能的 就是要喝那個水也可以 那黑木耳能吃多少 就吃多少 然後他這樣子一個月之後 他的血壓真的很明顯的下降 然後結果但是呢 三個月後呢 他又再回來追蹤 我說欸你怎麼血壓要高 他說又我沒喝了 哦 哦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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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瘦的跟自己煮的 還是自己煮的比較有用 對 因為我現在沒有真實的看到 黑木耳露的那個呈現的效果 但是因為他往往會有一種迷思 就是說 我想要吃健康 然後結果他反而就覺得 我可以吃不健康的東西 來搭配他 哦 但是因為如果真的是煮的那些人 你就會發現他這樣一整天 每一餐之前 都先來喝一點黑木耳 就吃一點黑木耳 加上黑木耳汁 那個水有沒有 那個效果真的就會很明顯 其實黑木耳他為什麼 比如說他對於血管的好處 可能第一個大家覺得說 可能因為他含有一些水溶性纖維啊 所以他可能可以讓你血管軟化啊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他有一些 就是有人認為他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 可是他這個功能很早以前是誰發表 是外國人發表的 這個美國教授他本來是在做一個 有關於血液相關的研究 然後他就發現很討厭 他有一個血液樣本啊 就是很怪 他寧寫的功能很差很差很差 後來才發現說這個人好像是呢 他長期他就是一個華人 然後他呢他們那個時候在那種 所謂的中國城 他常常吃中國餐廳 那中國餐廳他最喜歡吃的一道菜 就是有木耳 不知道木須還是什麼 就是有那種很大量的木耳 然後他就想說真的跟這種有關嗎 因為這傢伙每次來 如果有去吃那個很多量的東西 抽血就很差 然後他那時候就想說哪有可憐 他有研究精神喔 就號召他們所有研究室的人 去吃 都去吃 然後吃之後再來做一次寧寫那個 就發現寧寫真的會受到影響 就是寧寫真的會讓你 比較不會這樣凝在一起 然後後來他還發表個案研究 叫四川止斑症 什麼叫四川止斑症 就是 你就發現很愛吃這些東西的女生 你有時候會覺得很怪 我好像晚上也沒有被家暴幹嘛 早上起來偶爾好像有 稍微撞到就都歐車 比如說像本人 就是 對 你很喜歡吃這個你會發現 奇怪是我靈寫障礙 我得了血有病嗎 然後吃的時候被鬼掐這樣 後來就發現 大量吃這個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出現微小的這個出血點 是喔 那不是病 就是大量嚴重的疾病 但他就會看到 你就會緊張想說完蛋了 我得了不治之症嗎 他把那個叫做四川止斑症 就是你的皮膚下會出現細小的血點 可是是OK的 但是如果說你剛好有吃一些抗凝血藥 我覺得人是這樣 因為現在很多人他除了食物之外 他都會吃一些保健的食品 那保健食品我可能又吃什麼 阿斯匹林來拉布凝血 然後我要吃銀杏防濕製 然後我要吃納豆雞油 雞鎂 我要吃魚油 這所有東西都抗凝血 所以我把 我要大量吃木耳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 因為我不小心車禍 結果醫生想說 這個流血流到我不知道 怎麼流血流到 所以就是我覺得 把它當一般食物 就是搭配用 不用特別大量吃 對 不要過量 其實黑木耳這個東西 基本上它是個好東西 那剛才提到說 我們前面那個黑棗 它是不溶性的纖維比較多 它這個是可溶性的纖維比較多 但它的可溶性的纖維有個好處 那這個可溶性的纖維 可以把你腸胃到一些什麼 血脂肪那類可以帶掉 所以基本上它對心血管疾病 就像蘇星講的 它是有很多的好處 再過來它是屬於菇類 菇類你有什麼 多糖體和肝酸 還有一些什麼三鐵 它對於我們一些免疫也是有幫助 但是基本上 這是要吃什麼 新鮮的 就是曬乾之後再回來回泡 那是比較多 那你做成這種飲品 你不知道它能濃度多少 那所以說基本上說 一般人來說其實 偶爾吃的話 基本上效果不一定大 但是有 才吃抗凝血氣的人 一定要讓你的醫生知道 了解 但是他們說是好食物 好第三個可以讓媽媽呢 變得更健康的偏方是什麼呢 這是豆漿 豆漿 豆漿的顏色怎麼會化 黑豆啊 黑 沒事的 他今天是不是 那不是黑啊 黑豆 黑草 黑豆漿 現在就黑啊 所以是 OK 等一下黑人就來了 我放送你 有黑 來看看這個黑豆漿 因為他們說黑豆漿呢 好像呢 保養卵巢還蠻厲害的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 你們會為了卵巢健康 會 會 我會 因為呢 卵巢就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呢 卵巢會影響到就是女生的 外表看起來的年齡 正所謂有一句話 俗話說得好 卵巢好 人不老 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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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呢 對女生呢 就是外表看起來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就會 搜尋很多 就是什麼東西對卵巢好 然後我就發現呢 黑豆漿對卵巢非常好 對 然後因為它裡頭呢 有個叫做大豆翼黃銅 這個東西 好像專業起來 沒有浮誇了 這個東西就是 對這個卵巢是很好的 而且呢 除了這個黑豆漿之外啊 就是大家不要以為那個紅蘿蔔 只會對眼睛好 其實紅蘿蔔呢 對卵巢也很好 而且據說有一個報告指出 就是每天喔 就是平均一週 吃五次紅蘿蔔的女性啊 她可以 真的假的 還假的 主播你講起來還蠻有說服力的 真的假的 妳要再編什麼那個slogan嗎 俗話說得好 俗話說得好 大豆翼黃銅 煩惱又黃銅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看什麼玩笑 你這個跟起來很厲害 她從剛剛這樣講 我一定要跟那個拼一下 媽媽借極致歌王 這個厲害 我的天啊你 張帝張帝 好快 黑夜道江還有這個紅蘿蔔 紅蘿蔔 對軟草很好 還有Judy姐 我自己不覺得 因為可能 你跟那個軟草不是很相 你剛剛說過的時候 都需要用她的一個十期燃酒 你也愛吃太多 沒有 可是我常常聽到就是說 欸你 如果有一些肌瘤啊 或者是什麼 反而會促進她的長大 喔因為給她營養太多 對她營養了 所以其實我在豆漿的攝取上 還蠻小心的 對因為好像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都可以 或者是說你每天 可能要喝到多少的量的話 可能她就會讓她 就是比較容易講肌瘤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這個黑豆漿 是不是真的對軟草健康很有幫助啊 嗯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對於婦科的一個好的食物啦 因為其實我們說的黑豆跟黃豆毛豆 它們其實都是含有蛋白質 大豆一黃銅都是高的 它們都是同一類的食物 所以那我們都知道 大豆一黃銅對於我們婦科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 那你說要專注在婦科 就是婦科裡頭的軟草子宮 我們籠統的都說都是有幫助 那如果說像中醫他們都說 黑的就是有護腎嘛 但它的腎臟跟我們的腎是不同的 那它的腎臟其實類似就是荷爾蒙 那我們回來說 那軟草其實也是扮演我們荷爾蒙的一個角色 是 對那如果說像 但是至於剛才說就是吃太多黑的 比如說黃豆啊黑豆 能夠造成這個肌瘤 目前我們是不認為啦 因為除非你真的像把它當水喝 我知道我們遇過有人喝豆漿 或是喝這個就是把它一天喝到2000cc 那這真的太過分 就不管你把牛奶或是豆漿這種喝法 其實都對我們荷爾蒙會有影響 對 但是剛才像欣怡她在講說那個紅蘿蔔對不對 對 頻率我現在不知道 但是比如說應該是釋黃醇這個東西 它目前對於軟草癌的方向是 這個營養素是非常有方向的 非常有關係的 那這個釋黃醇它就會在紅蘿蔔裡頭是存在的 對 所以這個倒是比較更具體的去交 比較具體一點就是減少了軟草癌 唉呦所以你真的不是很光 你不是說真的喔 那還有一個有沒有什麼印證的 有因為剛剛說黑豆當水喝啊 可是我真的有個朋友他是 他是因為他結婚很多年 然後都沒有就是懷孕生小孩 那他一直很想要生小孩 結果他就有聽說黃豆 黑豆是有雌激素可以補充嘛 所以他就是 喝黑豆水 然後黑豆茶 然後就吃黑豆 對 所以這個有助孕的方法 效果嗎 就是我們分兩個因素 就是說 直接黑豆不會助孕 但是如果這個人呢 譬如說這個女生 她本身因為她其實很缺乏蛋白質 但她從黑豆裡頭獲得到足夠的蛋白質 是會有助孕的 所以要看她的原因這樣子 對 我剛才說單一食物絕對有效這樣子 對 你那個朋友覺得說 為什麼她就懷孕了 因為老實說現在有些女生 她的受孕困難啊 有時候覺得好奇怪 都找不出方法 有一些其實她是在 慢性發炎的狀況 而黑豆跟黃豆最大的差別 是她那個殼是黑的 就是她有花青素的部分 她可能抗發炎 或者她抗氧化能力好一些些 所以妳砍脫娃到這麼遠 但是我覺得與其這樣砍脫娃 現代女性顧軟巢啊 應該做另外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有科學研究顯示 第一個 酒座會提升女性軟巢癌的風險 至少是 好 立刻站起來 好 站起來 好 站起來 我站幹嘛 我就沒有軟巢 欸 增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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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酒座 男性就是生物性 增加什麼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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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現代女性來講 妳還不如就是 不要一直坐著 能夠站的時候 稍微站起來 來活動一下 第二個是她們發現 肥胖也跟軟巢癌的風險有 站起來 所以妳反而去補 增加什麼 增加的肥胖 反而風險是提高 像她剛剛講說 胖施工 對於現代女性 營養很充分的 這群女性來講 妳要做的是減 就是少做 然後避免高熱量的食物 了解 那現在喝這些黑豆漿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應該說 大家對大豆翼黃銅 會有這麼在意 是因為其實 更年期後的女人 她的軟巢功能沒了 那我們醫學上面 會認為說 她有一些症狀 包括更年期的一些狀況 包括熱潮紅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高 骨質疏鬆症 我們會補充一些雌激素 那雌激素 有一些人可以吃 有些人不能吃 這時候才說建議說 妳去吃這些 豆類的大豆翼黃銅 是從這邊衍生而來 所以她是對更年期後的女生 是有幫助的 然後妳本身是屬於 正常的女生的話 妳在懷孕的話 其實要靠它來 它可能幫助不是那麼大 反過來說 營養師告訴妳 妳不能一天喝到兩千斤 但妳要喝多少 一天帶一杯 兩百四十CC 一杯到兩杯 那這樣子喝的話 如果以大豆翼黃銅為了 不管妳是喝黃豆的豆漿 或是黑豆的豆漿 基本上都可以獲得 這樣的大豆翼黃銅 對妳的身體 是有一些的幫助的 要刻意選無糖的嗎 因為剛剛說 喝到肥胖的話 其實應該說 其實這些東西甜甜的最厚 就是喝無糖的 可是無糖的味道 我說實在 今天喝 明天喝 後天妳就不想喝 對啊 我想到了 把黑澡打在裡面 哎呀 再加點黑霧了 哎呀 全部都補到了 可以補成一塊 因為黑澡是甜的嗎 哎呀也不錯 是不是 來 來看看第四個法寶石 那個很多梅子在一起的那種飲品 這樣子 而且現在越來越精緻 結果弄成一小瓶很漂亮 真的 對啊 真的幹嘛 這個可以幹嘛呢 聽說啊 對於那個泌尿道感染是非常非常有效 像我這裡有兩瓶 像這個就是綜合美影 就是對於泌尿道很有效 這個呢就是有點蔬果發酵 就是對於美白啊 皮膚的保養都很有效 有嗎 你們會這樣為了自己的好氣色 其實你知道嗎 俗話說 所以說 慢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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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喝一杯 而且我就會覺得 有可能是因為喝那個 我那時候氣色真的都還蠻好的 對 而且我也是泌尿道方面 我也是非常的健康 對 然後 泌尿道健康 對 慢月梅定 來吃 對 而且聽說就是你喝那個 吃那個慢月梅定 然後多喝水的話 還可以把那個細菌沖掉 就可以減少 泌尿道發炎的產生 對 是不是啊營養師 真的吃這些 喝這些 是真的有效的嗎 對於泌尿道感染 對 剛才它的故事裡頭 就是你吃空服員啊 就是當我們吃了這個東西以後 它不會把細菌給沖掉 因為其實它是 慢月梅是 那裡頭的淺化基因素 是包覆在上面 讓細菌為黏在上面 喔 是這樣子喔 對 所以它是有效的 好然後再接下來呢 可是呢要看時間點 就是當我已經泌尿道發炎了 我吃了它 喝了大量的水 其實是大量的水 造福力 不是那個 慢月梅的問題 但是慢月梅 它真的還是對泌尿道是有幫助 它是什麼樣的幫助 它叫做 預防的幫助 對 所以當我感染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什麼 有效力了 就是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辦法有效或治療 這樣子 對 那對於好氣色呢 真的喝這個有效嗎 應該沒有太大關係 真的喔 喔 雖然妳沒有面到感染的時候 妳當然臉就垂順順了 也對啦 沒有面到感染就好 然後喝下去就覺得 哇心情很好 然後氣色也就會好就對了 哎呀 有嗎 大家有這種喝 我之前是因為就是 白天帶著小孩太累了 所以晚上就憋尿 然後我想說 跑不起來 我想說再五分鐘好了 再五分鐘好了 太累不想 對 結果一憋就憋了兩三個小時才起來 然後就覺得 這個腹部很脹痛 整個腎臟 感覺都快發炎的感覺 我就去馬桶蹲 就蹲了十分鐘 一滴尿都尿不出來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可是我真的肚子都充滿了尿液 就把老公咬醒趕快掛急診 後來掛急診的時候 因為要檢查嘛 然後醫生又叫我尿 我就尿不出來 叫我尿 就是我就是狂灌水 然後硬滴尿 尿了幾滴 然後全部都是血 就血尿 對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我是泌尿道感染了 然後他就叫我要少穿緊身褲 然後要穿透氣的內褲 綿實的 然後盡量穿裙裝 就是讓它透氣這樣 然後更好就是可以吃一把 那個新鮮的蔓越莓 然後或是藍莓 那如果在外面不方便的話 可能我就買那個 去便利商店買那個果乾 就每天吃一小把 那我現在的話是固定 早晚都會吃兩顆那個 蔓越莓濃縮錠 對 然後我連懷孕的時候都有吃 所以你就不會再有 那種的狀況發生 對就已經吃了一段時間了 現在都 再也沒有這樣泌尿道感染的問題 對啊 不過要預防泌尿道感染 當然還是要根本的要做啦 包括要多喝水 要上廁所 因為蔓越莓 待會兒請王醫師或素卿補充 因為蔓越莓這個研究 它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可是其實有症症反反反都有 然後你會發現很多症 正面的都是蔓越莓的那個飲料的公司站 會啊 但是他們很認真啦 我們不能否定他的名義 也有在研究 但有在不實用 對 所以 我不認為光是吃這些都喝蔓越莓 然後我就可以每天就是不用去上廁所 然後不用喝水 要人要送廁所 我覺得應該要 因為本節目的宗旨就是 先講求不上身體才再講求有效果 對 第二 我們希望你先不要吃到會傷身體 至於有不有效 就看個人的造化 因為有些東西 尤其它沒有變成藥 一定是某些人吃的覺得 我好像有點好 可是有些人吃的反而會更傷 為什麼呢 像有些女生 她就會覺得 明明就是 覺得最近也沒有特別憋尿或幹嘛 可是為什麼一直在反覆感染 而且甚至就會覺得 一天到晚就是癢癢的 然後不舒服感染 然後那個女生就想說 這樣子聽說人家說蔓越莓很有效 可是早年還沒有這麼多這種產品 早年都只有蔓越莓汁 而且那個時候蔓越莓汁還超甜 而且那個對 就當果汁喝了 她就當果汁喝 她想說為什麼我最近這麼常感染這樣 是不是因為太怎樣 她就一直喝 沒想到她越喝越喝 她這個症狀沒有變好 反而更差 然後有一天終於去看醫生了 就發現 她為什麼這麼常反覆感染癢癢呢 因為糖尿病的女性 事實上他們相對這方面的問題 是比一般正常女性高的 那她可能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方面 反而一天到晚喝這種很高糖的飲料 喝一大堆 試圖緩解自己的症狀 結果反而是加劇 所以先回頭想想 就是黃醫師講 第一個你的生活習慣 是不是造成你這些 你喜歡憋尿 或者你真的都穿很緊的褲子 或者你家裡就沒有辦法把你的內衣褲晾得很乾 或什麼之類 可能是沒有這些原因 沒有這些原因就要開始想 我最近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最近出現這個問題 然後真的什麼 新衣看完 中衣看完都沒有辦法 才在考慮說 我是食物上能夠試試看 對 那如果像譬如說 蔓越梅汁那些可能真的糖比較多 那如果真的變成定呢 定來講 我們就比較不擔心她的糖的成分 可是定來講就是 考慮的是 第一個她經過濃縮之後 成分有沒有真的有那麼多有用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她要做成定 通常有很多像複形劑或其他東西 那添加的複形劑 有些人剛好對那裡面的東西 其實反而 有一些過敏或幹嘛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你會 額外吃進了你不想吃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 什麼方法都沒用 有人吃這個真的有用 尤其是現在流行這個配合一種 就是專門保養女性部位的抑腎菌 他們把它放在一起 有些人就覺得 我以前都沒有辦法 現在好像有點好 那如果你真的有效 身體也覺得很舒爽 你就繼續吧 也是 王醫師的經驗呢 這邊補充一下 其實來找我看泌尿道感染的女生 真的蠻多的 那基本上她的最大的原因就是 她本身的習慣要去調整 正常喝水不要憋尿 穿寬鬆的裙褲 那另外一個 很多人開始有尿路感染之後 他有個很奇怪的動作 他覺得自己的尿味道比較重 會過度清洗完一步 然後很多你過度清洗之後 你反而會造成你的保護者都被洗掉 所以如果你是因為 其實這些問題如果你都解決之後 你還是有尿路感染問題 因為有時候還是不小心 的話 基本上找醫生 我們先驗尿 就確定你是不是尿路感染 是不是有細菌 那這細菌 如果是本身有些大腸感菌的話 基本上很多蔓越的研究 都是針對大腸感菌來做 原因是因為 它會讓尿液變得比較酸 第二 它會讓那個大腸感菌的邊毛 沒有辦法負摘在上面的黏膜上面去 它基本上是從這方面去做的 所以基本上就大腸感菌而言 蔓越莓它本身真的有預防 也有某種程度的治療效果 當然要配合醫生的抗生素治療 這樣才能夠達到一個比較完整的 那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所以說實在 蔓越莓的那個果乾 我告訴你 酸到你吃不下去 可以拿來當 真的喔 可是我吃到都是甜的耶 因為我真的喜歡 它加很多很多的糖 所以你看到甜的那個蔓越莓 或是甜以前舊式的蔓越莓的果汁 它糖加的非常多 那糖加的很多咧 你反而不一定 涉及到該有的裡面的花心素 反而你其他東西 會造成你什麼 其他糖分的增加 那也可能造成 就像剛才蘇星講的 它是什麼 那蔓越莓是沒有辦法來幫忙 所以你用抗生素也是殺不死的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病 已經發病了 要找醫生去找到原因 找到原來治療 才說你適合吃這個東西 那原來才是有幫助 可是現在很厲害 為什麼蔓越莓是沒了 改成這種咧 它裡面更多 加鐵 讓你有氣色 為什麼要能夠加鐵 因為它裡面加的東西裡面 有維生素C 那這款有一些植物性的鐵 它覺得女生很多缺鐵 那吃吸咧 可以讓你皮膚 讓你的膠原蛋白能夠生成 讓你這樣好氣色 所以它改變一個東西 讓它告訴你 它不是只有一個效果 還有其他效果 了解 但那植物鐵 其實營養師都告訴我們 植物鐵的吸收效果 不是那麼好 所以譬如說 變個花樣 那你覺得說好像會氣色變好 其實我說實在 我們回到一個重點 該喝水要喝水 不要憋尿 然後有問題找醫生 那飲食均衡 這樣氣色才會好啊 我就靠這個 怎麼可能會變無敵咧 那我可以的 它摩一絲氣色多好 氣色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有好氣色 然後又可以預防改良 我們要怎麼吃啊 營養師 其實簡單跟大家分享 就是 多種莓果 西高分多 氣色好 西高分多 多種莓果 就是你看我們在做很多的這些 各式各樣的莓果類 對 那它基本上維他命C都高 各種多分物質也會高 所以它當然就會增加 增加你的皮膚的一個健康性 就會讓你的氣色變好 是 別懶了 吃水果就好了 好 來看看第五樣法寶是什麼 來 不好意思 我擔心脫寶遺傳到我 因為我才義烏 它不夠高 我是應該給它補鈣 補鈣 這個什麼年代還在補鈣 有啊 有很多鈣片那一些的 還什麼粗乳鈣什麼什麼的 你是希望它長高所以補鈣 對 那我就跟你講 沒有任何研究告訴你 補鈣可以長高 對 你們都搞錯方向 還有人在旁邊驚呼 對 那不然咧 因為那是概念是因為 大家覺得喝牛奶會長高 因為牛奶鈣質多 你就覺得補鈣會長高 但其實牛奶裡面會讓你長高的 應該不是跟鈣有關 是別的因素 對 其實鈣質已經有研究了 就是就算你怎麼補怎麼補 你的骨質也就只比一般人 再增加1.7% 而且你一停止補 它就回到原型了 更何況骨質密度跟高不高 也沒有關係 那應該補什麼才最重要 所以真正的應該還是 足夠的這個蛋白質 還有重點就是這個 因為其實我們綠色蔬菜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甲梨子啊 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 是天然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反而會讓我們整個的生長 會變得更好 對 青菜啊 然後運動啊 然後早睡啊 心情好啊 這樣才是真的會長高 我來想當個好媽媽 結果都花用很錢 這是什麼 來看看第五樣法寶是什麼 前面三個黑的一個綜合的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大家都認識 燕麥 對燕麥片對不對 對 吃燕麥片降低膽固醇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有沒有人這樣做 會不會這樣吃啊 有 因為我以前就是有被檢查出 膽固醇有點太高 你那麼瘦 對啊 外觀看不出來 對 對 也是 你看得出我膽固醇也很高嗎 看不出你膽固醇高 但是視力有多差 所以後來就是醫生有建議說 可以用燕麥 取代比如說精緻的白米飯 對 那我今天有帶我就是平常 早餐我們家自己會吃的 就是燕麥片 太美了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是人家啊 這是真的 這是多肉食 多肉食 對我叫它 玫瑰花蘋果燕麥片 好漂亮 下面是燕麥 然後上面是用那個 蘋果 對蘋果就是臉皮 對 我有先用那個檸檬 先讓它不要氧化那麼快 所以顏色才會這麼漂亮 對水稍微燙一下 你也可以不用燙 其實就是切薄片之後啊 先從 我是從中間 就是你只要把 繞一圈它就會成一個玫瑰花 我自己平常吃就是不加糖 所以我會用牛奶或豆漿 如果真的小朋友沒辦法接受 可以加一點蜂蜜 那加下去之後 稍微煮就OK 我是用那個燕麥啦 就是真的一顆顆的 它不是用燕麥片嗎 燕麥片也可以 像米粒的燕麥去煮的 那個其實煮起來很好吃耶 很像那種布丁的感覺 如果用加糖 然後再加牛奶 又煮到軟 那那激糖 對 為什麼 真的燕麥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燕麥片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對它就是一顆 它有點像 你把它當作是米 這樣子 你也可以把它煮成 因為現在這個燕麥片 因為你煮起來就暖暖 對 可是這個燕麥煮起來就煮 很好吃 它有一點都有 再有綠紋的感覺 可是要這樣煮 它很好吃 對不對 可以詳細講一下 就是例如說燕麥 你是怎麼煮 然後煮多久 煮多久 大概煮 因為先泡水會比較快 大概一兩個小時 那你一次可以煮多一點 一個禮拜的份 然後早上拿起來一點點 然後我會做這樣是因為 因為我兒子不是算是很 他算是有點挑食 所以我就做一個造型 小朋友就是視覺動物 看到這個他們就會 超幸福 一朵花然後就會開始吃 對啊 這是真的好吃 沒有 很好吃 所以像這樣子一天一整 一碗這樣燕麥片 真的可以降低膽固醇嗎 真的 因為其實喔 譬如說海盾媽 它這樣子煮法的燕麥 就是它真的是有對我們的血糖 或者是這個膽固醇是有下降的 那如果我們常常看到是燕麥片的話 它對膽固醇也有下降 那譬如說像我們現在這個量喔 就是基本上我們會建議它當早餐 對降膽固醇也是有幫助的 是 假設你以前喝奶茶 你現在喝的那個東西 換成那個燕麥 它絕對是有幫助的 但是對於糖尿病的人 他喝了那個東西 它其實是沒有幫助 但是海盾媽今天用這個原型食物 它同時對血糖跟還有它的膽固醇是 同時都有幫助 對 因為它的升糖指數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降血糖跟降膽固醇的原理是不同的 對 那這裡面降這個膽固醇的原因是什麼 它就是水溶性纖維 對 它的水溶性纖維 非常的能夠把膽固醇給抓起來 然後藉由肠味道去把它丟出去 但是跟劑量有關 就是像這樣子喔 大概是55公克 一天 對 一天 那或者說你要一天吃兩次 一百公克也都能接受 它有點類似代替你的精緻的澱粉 但是你以為 只有一兩湯匙吃得開心 那個絕對沒有幫助 對 對嘛 你之前膽固醇比較高 那現在真的吃這樣有比較穩定一點嗎 有 就是有降下來 但是還要搭配運動耶 我覺得 還蠻重要 是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印證 艾拉有嗎 因為像我爸媽他們就是高膽固醇的人 然後但是我覺得他們方法太極端了 他們是 早上就是喝一杯燕麥豆漿 然後中午再把燕麥取代白飯 然後晚上的時候再吃燕麥粥 然後我就一定想買那個燕麥飲品 我就覺得太極端了 太誇張 然後他叫我爸女兒 那個 副食品裡面也加燕麥 我才不要 你擋不成過高的問題 太極端了 可是我覺得他們真的有效果耶 因為他們最近去那個健檢的時候 發現 所以實在有效了對不對 對 有效 我覺得你爸爸媽媽其實真的不算極端 因為他們都是替代型的 對 就是說 他都是拿來替代主食 就是他 完全的很 可是他三餐都吃耶 就是燕麥叫的就對了 燕麥叫 說得好 對 就是說 那個他就是 反正我都不白飯嘛 我覺得燕麥變成我的主食的來源 就是我的白米飯 本來你三餐都吃飯 你也不會覺得奇怪 所以他只三餐都換燕麥 對 我們碰到那醫生 碰到最真的 真的叫超過 是他認為 剛才的劑量 有人吃的是少少的 他是覺得吃越多越好 因為他把它當成藥的概念 你知道他想說 如果你說吃55才有藥 我吃110是不是有燕麥醇 降兩倍 我吃到220是不是降四倍 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他是三餐之外 他還會另外認真喔 一直煮燕麥來吃喔 結果醫生就想說 妙了 他本來後來去體檢的時候 很想告訴醫生說 這是應該很棒的 妳是應該很會啊 妳是應該很會啊 妳是誰會輸 加上根油脂超高的 為什麼 他就說 因為你吃太多啦 他再怎麼樣 他還是一個澱粉 他還是一個熱量的來源 所以他是用來替代主食 並且有一定的量 但是你把它額外都吃 就是額外的熱量 額外的熱量這麼多 要去哪裡 他就變成了 血中的中性脂肪飄來飄去 甚至嚐到你的肝臟裡面 變成脂肪肝 對所以換主食很OK 另外把它越吃越多越好 還是叫做過分 那到底該怎麼吃這些燕麥 營養學的概念是告訴你 不是大翻轉 不是都不吃 這樣你過不了多久 那你去取代那一餐 你其他時間 午餐晚餐的話 你就正常吃 當你早餐那一餐 取代這個之後 你的血脂肪 你的排便就會順暢 剛剛我們第一個 黑棗100公克有大概10克的纖維 燕麥會比10克還多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靠它的纖維 包括了不溶性的纖維 跟可溶性的纖維 把你的腸道的血脂肪給帶走 那基本上這個是概念 那當然你說你每餐 你中午有吃一碗白飯 晚上有吃一碗白飯 你中間換成一半的燕麥 其實基本上它也是達到一個 澱粉主食代換的效果 燕麥這個東西基本上是個好東西 它就難在說你能不能夠遲遲已久 所以我們常說其實減重的概念 叫少吃多動有恆心 少吃不是叫你不吃 那你能夠避開地雷 把好的東西加進去 可是我們在臨床看到什麼 病人都是愛吃不動又沒耐心 那沒耐心的話 吃不了幾天又打回原型 那好不容易瘦個3公斤勒 過了不久又破功 所以重點是在說 你要維持健康維持身材 你要一個招數能夠可長可久 不是讓自己活得很痛苦 就痛苦之後 就是說一報告一不錯之後 不錯對不對 來那一下看一下我的報告 順便吃個大餐 可是妳就過功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所以怎麼吃要吃的聰明也是那個很重要的 對不對 不要健康可長可久 看媽媽好生 哎呀 厲害了這個瘦哥 那一點氣啊 你已經想到瘦哥了嗎 等一下 我現在一直在講 真的 好 謝謝大家 一直來到我們的臉書 跟我們做互動喔 謝謝 拜拜 拜拜 大家的黃神回復 寶寶擦防曬乳 維生素滴會不足 之前節目有教大家 就是小朋友要怎麼擦這個保養品 已經很大的迴響 所以很多寶寶也想知道 那防曬的話呢 防曬乳液要怎麼來用它 基本上防曬的原 挑選防曬乳液的原則 是一模一樣的 你要挑選它成分裡面 沒有一些比如說自來物質啊 或者是會對環境有污染的物質 那兒童專用的啦 不要有香精啊 這個原則都一樣 那但是有些人就會擔心 那我擦了防曬 是不是紫外線就射不到我的皮膚 那我小孩維生素D就會沒有辦法轉換 吸收 這樣就會有各式各樣維生素D缺乏的問題 的確啦 所以我們像我每次在建議的時候 我還是會說 你如果今天要帶孩子出去超過30分鐘 比如說你去海邊玩 已經知道今天會玩一下午了 超過30分鐘以上 那你才會在那之前 就先擦防曬乳液 你只是去樓下騎個車30分鐘就上來 就讓它有一點維他命D吧 曬一曬 不用特別擦防曬乳液 還有其他一些 因為美國有很多的小孩 因為小時候曬太多太陽 會長大 會增加他們皮膚癌的風險 未來所以他們就說 中午10點 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這段時間不要一直都在外面 那你一定要擦防曬 還有一些譬如說 6個月以下的小嬰兒 也不要直接去曬到太陽 大概類似一些提醒 就是一點小小的PayPal 要注意一下下 嗯